看新闻有温度,说台湾有态度 大家好,欢迎来到廖王台 我是评论人安然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表示 新行政当局的目标是要打造智慧永续新台湾 创造台湾第二次经济奇迹 会善用台湾优势促成AI产业化产业AI化 推动台湾成为人工智能导 而随着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赴台也掀起了一阵AI旋风 占尽岛内各大媒体的新闻头版 有了这般人来疯 台湾的AI产业就真的能水到渠成吗 当全球主要AI经营者陆续加码投资台湾 仿佛给了赖当局极大的底气 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表示 将导入AI工具 预计2028年制造AI应用普及率 将从目前的12.3%提升至50% 但数据是AI时代的核心通货 规范化格式化的数据 是AI时代的黄金 AI产业的数据互联网资源化发展 是一个台湾无解的问题 缺技术缺市场缺数据资源化 台湾发展AI又该何去何从 对宝岛要变智慧岛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 黄惠华主任投书本网表达了担忧 如果台湾过度关注投资AI半导体领域产业 荷兰并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困境 恐怕又将浮出台面 不仅如此 台湾要发展AI产业能否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 也成为隐患 众所周知 民进党当局一直放不下非核家园的神主牌 依台湾地区现状 今年与明年如果核电厂停议 将面临减少6%用电风险 缺点危机不解决民进党和谈发展AI 台湾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元表示 根据台当局预测 2023年到2028年 电力的需求成长率年平均2.4% 而转只考虑电动车与集半导体产业 并没有考虑AI产业发展 他预言未来缺点的压力激大 正如台湾旺报评论表示 在AI发展道路上 两岸是存在合作空间的 台湾不止在半导体制造上领先各国 特定领域的AI软件应用与服务 也具有国籍能见度 而大陆的优势在多元场域 丰富数据与广大市场 节长不断 对彼此都是好事 台湾商业总会荣誉董事长来振一表示 台湾在AI领域有非常多的人才 大陆有庞大的市场 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发展迅速 连安可以探索更多共创空间 大家一起合作 赚世界的钱